《謀殺官員》第四部 《待上帝之首》第四十八章 中午剛剛過了 法醫有了鑑定結果 屍體是林小峰 DNA對比完全吻合 接著專案組開了討論會 專案組的多個成員 包括其他市暫時調過來的刑徵專家 都建議現在可以結案 大家都知道 監控中查出林小峰 是如何將整車人轉移出去的 但是證據鏈就擺在面前 兇手就是林小峰 沒有其他同伙 兇手已經死了 犯罪經過也沒辦法還原 過程並不重要 結果可以確定就是這樣 高動猶如再三 決定還是按徐策所說的 再拖一點時間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新的情況 於是就本著謹慎的原則 他告訴專案組的其他人 各自回去再將資料整理一下 再做一份總結性的報告 開完會之後 高動去了各個組辦公場所轉了一圈 發現大家都沒有繼續查案 他也理解手下的想法 幾千小時的監控都看過來了 沒有找到的別黑車到現在 繼續都是查出結果 反正兇手就是林小峰確認無誤 回到辦公室 省廳的領導也打來電話 林小峰的屍體被發現了 省廳和報裡當然第一時間接到報告 領導告訴高動聽 這案件影響很敏感 既然結果確認無誤 結案已早不宜遲 建議他這邊快點處理 趕著在過年之前 將個結案報告 和所有相關的卷宗 全部處理完成 到時候開個表彰大會 公安的事就到此為止 剩下的工商所善後工作 留給他們地方政府去處理 趁著過元年 影響也可以降低一些 高動雖然口頭地答應了下來 心裡仍然在猶如不定 沒過多久 大臣市示威辦公室打過電話過來 這次黃振國親自找到高動 和他詳細地了解案情 最後說反正事情已經是這樣的 他很感謝公安系統的辛苦工作 兇手既然已經自殺 事情就到此為止 同樣他建議也早點結案 他想起徐策昨天跟他說的話 是真相重要呢? 還是仕途重要? 他自招著虎少地領領頭 他的想法已經開始動搖 就算徐策說了這宗案裡有多個疑點 這些疑點也正中他心裡所想的 但是他現在想再查下去 身上能夠再查出什麼呢? 他沒有信心 就算他現在把所有的疑點說出來 這些都只能夠算是疑點 不能夠算作翻案的證據 既然只是疑點 自然也可以找出各樣理由進行解釋 這種情況走出一大群人穿越沙漠 很不容易看到眼前的綠洲 你就告訴這群人 先不要休息著 我們再找一下 或者能夠找到更大一片的綠洲 其他人會答應嗎? 事到如今 林小峰是兇手 證據鏈已經很紮實 整個團隊顯然都想著可以結案 已經無心再追查了 話又說回頭 從前面所有人齊心協力地偵查 都沒有得出任何的線索 放到現在這種心態 恐怕也查不出什麼來 這個時候張一昂進來找他 說昨天交代的事情已經辦妥 高動看著大多數人 已經沉浸在即將結案的起源環境裡 這個時候 還能夠剋制著內心的浮躁 繼續按高動要求辦事的已經不多 高動一時間 對張一昂這個跟了多年的下屬 甚至乎有一種感激 張一昂說了 老大 我們早晨的時候去了派出所 拿到了那台別克車車身上寫著 工商所這班正仆街的相片 加上在單位裡拿到林小峰的筆跡 一起已經發給省廳筆職專家那邊做鑑定 他們說這個字肯定不是林小峰寫的 字是利用利器畫在車上面 和正常寫的字的手法有點不一樣 但他們說林小峰的構字結構習慣 和筆劃特徵和車上面的字相差很大 所以還是很容易地鑑定出來 高動手指敲了幾下的頭 這樣死了時店問了沒有? 問了 他們說這部別克車沒有做過油漆 最近一次的記錄是去年上半年換過一次保險降 就是那次別克車撞上陸化帶 高動喜宜地說了 這樣說林小峰沒有把台車可以去死在時店做油漆 能不能查出他在哪裏做過油漆? 我們後來去了工商所 想說找到林小峰做油漆之後拿回來報銷的發票 發現報了三千元 用的就是部分餐飲票和車票 我判斷林小峰拿到其他店裏做油漆 費用肯定比4S店便宜很多 他就拿三千元其他發票來報銷 高動想了一下接著說 有沒有辦法查出林小峰去哪裏做油漆? 張英昂露出為難的表情 這個恐怕有點難 如果是本市做油漆的話 整個市裏所有汽車維修店一家家去問 應該都可以問出結果 但是全市包括院的汽車維修店都有上千家 一家家查人手和時間都要很多 短時間做不完 問一下這部車如果不是一本市做油漆呢? 這樣調查起來真是永無止境 關鍵問題就是我覺得是否真的有必要這樣做? 林小峰怎樣做油漆和別黑車消失這件事 到底有什麼關係?我真的想不出來 高動同樣也想不出來 他打法走了張英昂 高動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徐澤的話 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一點 就是別黑車的消失 一定是這項工作的調查出現了問題 建議他再將這項工作每一步調查重新行一次 重新組? 就是查監控就是幾組人手的勞動力 以前查不出現在就能查得出來嗎? 高動嘆吐口氣 另一另一頭 他壓抑著心裡各種情緒 將服務區調查的有關全部卷中拿出來 他靜低的心每一頁每一頁仔細看過去 服務區的調查工作分成兩塊 一塊是針對服務區的環境設置 確定它是否一個風味區域 第二就是查兩邊的監控 高動再一次將思路逐步分散出來 服務區周圍沒有其他出口 這項結果不會有問題 也沒有必要覆查 兩個監控也沒有橫區 這一點張一昂幾個人親切到服務區看過 而且他也看過監控 這項結果也不會有問題 也沒有必要覆查 黑車道和貨車道之間有湖南 而且有直班人員管理 張一昂那邊調查服務區的直班人員說 對方確訊表示不會有車輛穿過 現在專案組大部分人猜 林曉峰趁著晚黑直班人員不注意 搬開了個湖南 然後將車開到過去一部貨車上 之後再將湖南搬回井 真實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現在沒辦法追索 這項結果可能有問題 但是沒辦法覆查 監控的結果顯示 出監控的別黑車 比入監控的別黑車少了一部 少的就是工商所銀灰色那部 而其他車的車牌 都跟進入監控核對過一次 完全無誤 這項工作是多個組反覆查監控得出的結果 也不會有問題 沒有必要覆查 問題出現在哪裏呢 是出在車道和貨車道 這個無法覆查的環節上 高洞緊走著眉頭 他翻開服務區的平面圖 再次看著起來 上面長長細細地標誌著 服務區內各個區域 陸化、設施和店鋪 當他視線移到服務區背後的那家氣收店時 他曾經聽張一昂隨口說的一句 突然他腦裡又重新浮現出來 那個細節曾經只是當作 與這案件無關聽過一次就算了 誰知道現在無意當中又留心起這個細節來 沒想到這個最不起眼的細節正是關鍵 一瞬間高洞就好像捉了電一樣 他的眼睜得很大 他拿著在手裡的文件 也不停地震起來 原來如此 徐策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果然是調查環節出了問題 好, bye 好, bye 好, bye